无求不是什么都不要,而是心不执着于外境 一般人执着于物质上的生活,因为内心还是有所追求,所以人是苦于烦恼 花一点菩提心,救终生,做一点善德因缘 减少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贪嗔痴,明文利养 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是说 这个菩萨界为什么重要,就也是在这边 不从你的心开花,我们会轮回,也是这一颗心在轮回 也不是这个肉体,这肉体是假的 假的就是我们的意识 跟着这个,我们的意识在轮回 所以那个,那个 救国,人亡护国军里面 讲了很清楚,为什么渡这些国王呢 这些国王都喜欢贪民文利养,当帝王 所以说,那个人亡护国 就是叫这些,当总统的人啊 不要光想贪民文利养 你知道总统,总统还是假的 所以呢,这个你的意识上 第六意识将来随着在轮转 在轮回 所以呢,这个第六意识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人亡护国军 是很重要的一部军 它也是属于剥弱军 一开始呢,就能够顿悟 无求不是什么都不要 而是心不执着于外境 放下内心对境界的分别 十方新闻记者 莱玉荣台北采访报道